你們到底在說什麼 就是如果你覺得你完全不理解 我不知道在講什麼 就覺得為什麼會有這種主張 我覺得也可以拿出來討論 我們就把時間留給大家 那我就是先講一下這邊的社錄園 那個錄影網這邊 然後我的相機也往這邊 大家臉是不會被拍到的 但是因為是有錄影的 所以聲音是會被拍到的 這邊都要先講清楚 請說 有人提到Google Books 對 那我知道Google Books剛開始做的時候 大家一直出版社也都很反對 那我想知道現在Google Books 還沒在進行 並且他們面對到的反對 現在還是有很多很大的阻礙嗎 那政府有沒有 政府跟出版社有沒有 對Google做什麼事 那Google管理是什麼 好 謝謝Google Books 有沒有什麼別的問題 我們可以先take這個 好 如果沒有我先回答這個 Google Books其實如果它是有出版社 他們跟出版社達成了一個協議 就是說凡是他還在發行的 你其實只能看部分 然後你可能看個十頁 然後中間就會空個二十頁 然後接下來你又可以看個十頁 這樣子 也就是說 出版社覺得說這樣子 是從促銷的方法 你等於看了這本書的一些部分 然後你看了一個電影的預覽 然後預告片 然後你就會想要去買那本書 所以他們現在其實並沒有反對報告 他們覺得說這樣子做不是一件壞事 這樣子 那 Aaron Jesse跟我說是說就是 就是他知道Aaron其實也有寫程式 把Google Books全部都下載了一次了吧 那但是在他就是走了的那個星期 突然之間Vittorium上面就出現一個非常大的打包 就是Google Books裡面所有的著作人已經不在了 的內容 就是已經 就是 你不會影響到他的收入的內容 突然間就出現在 在那個海盜灣上面 但是Aaron其實是別的部分也有抓 那但是那個部分就 就說他的過失就消失了 那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他有一個 很明確的主張 然後他一定也寫了一些程式 就是說如果我沒有登入我的電腦超過幾天 他就會觸發一些事情這樣子 那大概是這樣 那就是好像蔡英文在前一陣子拜訪的一家科技公司叫大型新科技 那根據了解這家科技之前 都是承攬政府各項的 就是幫警方監控網路各種言論 或是之類的這類系統 他就在公司通常是做出一件事 那蔡英文在拜訪的時候號稱說要發展物聯網 還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對網路產業的推動 但是實際上會不會是要增長對網路的監控 達不得而知 那很好奇對於就是這個議題的一些想法 跟台灣新政府上來之後 網路監控議題就是可能會有狀況 這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 比較要政治上的問題 就是說 現在談的這種抵抗的運動 很多都是要促進 譬如說網路公共領域的自由化 然後或者是對於網路言論自由的 堅持或是 就是宣稱這樣 那 但除此之外呢 有沒有可能有超過 就是 對於網路領域的這種自由的選擇 就是跟其他原本的社會運動領域的結合 那 那像是現在 可能大家會講說什麼 Cross-Sourcing 就是重包這些東西 你沒有可能運用到 單純 因為 就我而言 我會覺得只是把網路變得透明 還 還遠遠不夠 就是還有很多事 需要做 就是在網路透明化的這些事之外 那 像我現在看到像GD1做了很多事情 他多都是要先把政府透明化之類 但是我很好奇 你不能有更激進一點 或是更進一步的 資料上的運作分析性這樣 好 謝謝 好 還有一個想問 如果沒有舉手 我就先處理這兩項 我想 因為第一個題目比較具體啦 我就具體的回答 台灣是這樣一個地方 就是說你 凡是Sofa這種網路 這種法案都不太容易通過 因為它處於很多 忘記忘錄交換的地方 然後我們的核心價值裡面有一個 就是我們跟那個 就是賣高鐵送黃火牆的國家不一樣 對不對 然後 所以就是說 凡是Sofa這類的法案 基本上是不會通過 可是這樣子不會通過的代價 就是說 它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說擋住 這個不讓你看到的資訊 可是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讓你看 可是在這個中間 也在累積關於你的答案 然後到最後就有一天 那個答案就沒有 對不對 就是說那基本上就是美國 所採取的方法 然後Snowden揭露了它 那美國並不是自己一個人做的 那我們知道在就是所謂5IS的這個協定裡面 美國是跟英國跟好像紐西蘭 反正跟很多個嘛 這個你們應該比我熟 就是很多個國家 因為每一個國家按照他們的 通訊保障法或者憲法 他們都不能監控自己的過敏 所以他們就互相約定說 你來監控我的過敏 那我去監控你的國民 然後但是我們的情報單位 互相交換資料 所以到最後呢 他們實質上監控到了自己的國民 但是卻沒有這個違背憲法這樣子 對 那台灣目前以我所知 還不在任何這種 就是交叉監控互助的範圍裡面 那當然主要其中一個原因 是因為可能不是一個國家嘛 那但是 但是在 等於是我們開始慢慢變成 我們在國際上能夠參與國際組織 那這是新政府很可能做的一件事情 的這個前提底下 那這確實是需要我們 就是加以警惕的 因為 因為確實按照我們目前的法律 這樣子並不違法 就是說 司法單位加入這種互助組織 或者是交換我們監控別國人的 的通訊加油流進台灣的 我們都給一份考慮給美國 那交換他們 就是做一樣的事情 並不違法 那所以 就是請大家提高警覺 我沒有什麼別的話講 就是說 因為目前它還沒有發生 但是它確實是有發生的空間 就這樣 好 那第二個問題 就比較大 它其實裡面牽涉了很多層面 一個是說 我們是有自通訊的ICT Aaron他在意的事情 其實他到後來 我不能說到他後期 因為他才26歲 就是說 那他到後來 他成年之後 他在意的其實都不是網路本身 只是因為Soppa 這件事他太成功了 所以在紀錄片裡面 被拿出來用 但是如果你看那個長長的那一大串 他有參加過的 或者他有協助過的 就是人權或者其他運動的話 其實絕大部分 是跟網路世界 如果聯絡自由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那我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就是他有寫一個城市 叫Dead Drop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那這個城市是 後來好幾個 好像衛報吧 對不對 Guardian 然後反正好幾個大的媒體 有使用 這個城市基本上就是 讓願意洩漏消息 給新聞工作者的人 能夠 一方面是 他有一個 可能USB磁別 或一個FTP 或什麼東西 但是只要用他寫的這個城市 就可以完全保障 那個消息提供的人的 命名的 那個自由 然後提供給記者 但是呢 以前這種 這種工具很多 那Aaron 他主要的貢獻就是說 讓記者能夠回來聯絡這個人 而不喪失掉雙方的命名性 也就是說他把 他應用了很多 已經有的秘密通訊的技術 但特別是用在就是說 你是 可能一個 網路連線沒有很好的地方 的一個人權工作者 然後你發現你的政府 正在越南 你的什麼之類的 那你想要把這個東西 提供給國際媒體 但是你知道說 只要你一備監控 你明天就不在了 那在這種情況下 他專門設計了這樣一種城市 來做這件事情 那在他走了之後 我們當然也繼續幫忙開發 然後到現在實際上是有在使用的 那我的意思是說 他其實後來做的事情 一直是這些 只是因為 這些我們不能夠 就是這個紀錄片裡面有一些部分 是你要突顯他正正改變的世界 那但是其實很多事情是一點一滴 是大家接受把它做完的 那大概先回答到這裡 好嗎 我想請問一個問題說 在裡面Aaron他的一個主張是說 因為前人他的學術遺產 應該是一個公共財 那我想請問是說 不知道您的意見 所現在的資訊自由 應該到什麼樣的程度 所有的資訊都應該全然開放嗎 那我會提這個原因是因為 我現在工作的機構 是因為我沒有很嚴格審查機器 我們寄到我們公司以外的每一封信 都要檢查的 是由我們內部人會檢查 但是所以這麼做 是因為當中可能 因為我在電話機構上班 那你可能當中 如果有一些性涉及客戶的個資 那如果說你用一個網路自由 然後洩漏出去 但是各個客戶是沒有保障 所以我們是有一個很嚴格的審查機制 那所以我想請問說 網路自由到底要怎麼去哪裡 還有多自由 還是哪一些東西 是需要被解放的 或被審查的 好 非常感謝 這邊我們有幾個層次的問題 就是不能混起來 就是說當我們說資訊的時候 其實Aaron也沒有覺得說 隱私權這個要被遣犯 他並沒有覺得是說 他當然很明確地說 在我死掉的那一刻 我的整個硬碟都要上載到網路上 這是他的遺言 可以嗎 OK 那可是他並沒有說 我活著的時候 你可以把我的硬碟 上載到網路上 他沒有這樣講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本來按照絕大部分國家法律 已經走了的人 是沒有隱私權的 這個相信大家都同意 對 但是就是說 我們要顧慮到 還有活著人的感受等等 可是總之 他不再具有 能夠被侵犯的那種隱私權 那 所以說 Aaron的 point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說 當你發表一篇論文 加入一個科學社群 你對人類的科學進步 做出貢獻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等於是 拋棄了 你自己對於那個東西的 創作的控制權 它不像是 你畫一幅畫 或者是 它不像是 你寫一篇 關於你自己的部落格 它不像是 你送一篇email 科學它的一個重點 就是在於 任何別的地方的人 能夠按照你的想法 把你的想法重新做一次 看能不能得到一樣的結果 所以這個是科學的 最核心的一件東西 就是 它可以否證 它可以重置 那Aaron的想法就是說 你進入這樣子的一個社群的時候 你本來就不應該再主張 隱私權 就是說 你說你PO一篇論文 而我對於這篇論文有隱私權 但是本來就是沒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論文本來就是公開的 這樣 那所以 所以它特別就是說 像 它自動release到 海盜丸的什麼 那些東西 或者它從Jazz Store抓的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 就是科學文獻 學術期刊 學術文獻 而且裡面其實 絕大部分的作者 可能已經不在了 那所以說 對於這個狀況 它認為是說 應該是純然的自由 那 這個我其實是同意的 然後 但是只是說 在 達到這個的過程之中 你是採取什麼手段呢 像在法國 他們在 最近通過的 書位 叫做 Numeric Republic 書位共和國法案 裡面就是說 只要你有拿政府的錢 你做出來的科學論文 你做出來這些東西 你要嘛就是直接標註開放金融 我們叫做 open access 就是說 任何人都可以 在你論文發表的那一期期刊 初刊之後 拿到全文 甚至有人放preprint 那preprint的意思就是說 我投稿到期刊的時候 那邊正在審查 可是我也正在 讓全網路的人審查 那所以說 因為你期刊 丟過去審查通常 只有三個專家幫你看 兩個到三個幫你看 那可是你如果 如果同時丟到全網路幫你看 其實你的論文 知識品質會改善 那現在也越來越多 科學家在做這件事情 那但是呢 就是說 法國那個法案是說 只要你有拿政府的錢 任何一部分 做你的研究 那即使你都沒有open access 你也沒有自己preprint 但是他過了三個月 或者好像某些學民 過了六個月 他就自動成為open access 就是你不能說不 因為你就是拿了 拿學民的錢 你的知識就是應該 公共金用 所以你可以透過 立法的方式 透過國家力量 去強制所有的 學術發行者 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他們也收到 非常多編輯的抗議啊 有人遊行啊 就是他們很喜歡遊行這樣 那或者你也可以透過 不合法的手段 像 或者不那麼合法的手段 像Aaron 實際上做的事情 就是公民不服從 那我覺得 那就是每個人自己 選擇的價值 每個人在不同的位置上 他可以做不同的事 就是這樣 但我同意他的 那個open access 的核心主持 是 我想說 就是針對那個 副作權人已經不在世的部分 現在要提供權盟 我印象中現在 單獨台灣 他的副作權盟好像 所有權盟好像是有一個 50年的期限 是的 外婆都是 過了這個50年之後 當我去拿那個 所有的資產 他一樣被認定我違法 其實他有什麼認定的 然後再來是 他的這個認定是 如果我直接從他的網路拿 他的商業 那他的認同會不會是 我提供服務去把這個東西 備用在這裡 而你從我這裡拿 卻沒有付我所謂的相關公司 那我覺得這可以認定是 他的所取費用應該那麼高 但是單獨他如果認定這點的話 他會是可以認定我做的 對 因為其實你如果看他們 對Aaron起訴的 他其實並沒有違反處罪權法 他畢竟下載之後 沒有提供給別人 所以從任何角度來看 都稱不上重新散佈 就是重新散佈那個樣台 他沒有碰到 所以本來就不可能 因為這樣違法 那大家剛剛也看到說 事實上他被告的那個罪名 就是所謂的俗稱 就是電腦恐怖分子的那種罪名 就是說他運用別人 可能無法了解的技術 來繞過這個技術限制 那那個法案定得非常的模糊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做任何 跟電腦有關係的事情 然後就是可能違反 他剛剛也講了 那個近戰的那個條款 那你就自動落入那個樣台裡面去 所以後來就是因為Aaron的關係 那個法案有做修改 現在他只能罰這個很明確的 比較窄的那個部分 所以對他確實是這樣子 就是說事實上他的這個case 跟著作權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就是很直接回答案 對 所以在台灣的法律上 他是指說 只要是非用於商業用途 其實大部分的這些著作權 都是可以用於教育或是公益用途的 那這個認定 也是有法官那邊在認定的 對 這是台灣的一個特色 就是叫做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是 但是我想就是非常非常快速的講一下合理使用 這邊有知道說 我們即將通過一個新的著作權法 到行政院的人進去什麼 一個兩個 三個 四個 對 當然知道 很少人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說經濟部智慧局 對 就是我兩年前抗議的那個單位 他們現在正在 就是把著作權法修正想案第四稿 準備送到院會 那應該是520以前就會送了 那 在這個稿子裡面 他們花了很多時間 把合理使用 去做一個比較明確的定義 因為就像你剛才說的 之前在台灣的合理使用 幾乎是每一個法官可以有一個不同的看法 可能一個用法在這個法官這邊是合理使用 在那個法案的法官看起來就不涉合理使用 那會變成判決的時候無所適從 那有一些部分就是說 因為台灣並不是判例嘛 是成文法系統 所以說你也不能拿到法會怎麼樣 那但是因為到二省的時候 它如果翻掉了那個 雙方有一方是沒有辦法說話的 所以其實就是很容易發生問題 那所以在四稿裡面 他們就是把一些我們平常常常碰到的樣態 去定義 明確規定成何理使用 那我們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 有的時候大家可能去公園 或者去什麼紀念館 會看到早上 然後有一對阿公阿嬤在那邊跳舞 跳緊張操之類的 或練什麼拳 那當然它在背景會播放一些音樂 那些音樂可能是他們年輕的時候聽的老歌 或者是一些比較有趣的帶動唱的什麼音樂 或者是最近流行的什麼董事董事的音樂 什麼之類的 那些音樂都是有著作權人的 所以其實那是算是公開播送 因為它播送禮方在公園 那所以其實是按照本來的著作權法 他們其實是幾乎不能主張合理使用 如果主張合理使用 也就是贏的機會也沒有很大這樣子 那也有贏的例子 那沒有很大 那所以在這個狀態裡面 就是說很扯嘛對不對 那然後那台灣的著作權法又是說 如果著作權人提出告訴 它馬上就是刑事罪名 你沒有辦法就是說 它預設是民事 你知道賠錢了事 而是說你預設這些人 就要去關個六個月這樣 所以說其實是很扯的一個狀態 那所以智慧局就 就把這個為社會之常態 這個俗稱公安條款 列成了合理使用在第四稿裡面 可是第四稿這樣子一播出來之後 然後權力委員團體就非常的生氣 覺得是說 以前我們都是可以按照個案判斷 你現在怎麼把個案判斷 這個完全抹殺掉了 那以後這個 我們就收不到 我想他們本來也收不到 但是以後他們就收不到 跳舞的那個 人的出作權的那個授權費了 然後對 那所以他們現在就是 智慧局其實也很困擾 因為他們每次辦公廳會的時候 都是權力人那一方 很感興趣 然後就會跑過來 那在台灣就是 除了當然創造CC 或者是可能太全會有關注之外 其實關注這個的團體 是比較少的 那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每次都是那個 權力人那邊的聲音很大 然後利用人這邊的聲音 幾乎是完全沒有 那他們 因為只能按照他們收到的意見 來做採量 所以他們也覺得很困擾 就是說 我們覺得這是幫大家解決問題 可是 可是就是說 到最後我們就只聽到權力人的聲音 所以其實他們在公開爭詢 大家可以考慮 諧信國群說 他們說這是OK的 然後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這裡是 我覺得台灣的一個特色 在自稿裡面 他們是說 被害人在提出告訴我的時候 可以明確地說 我沒有要對方坐牢 就是說 他可以在提出告訴我的時候說 我請法官按照實際力量採量 然後看說造成多少傷害 那不罰一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我的舉證責任 就是可能比較削弱 那但是 反過來講 就是比較少人需要因此而去坐牢 因為你 就是因為重置而去坐牢 本來就是一件很恨的事情 從我的看法 對 那所以說 我覺得思考它是有一些改善的 但是在思考過之前 確實就是 如你所說 合理使用是一個 幾乎是看運氣 像是閃閃子一樣的事情 那我在這位家人營燒 如果你想要想到的問題 就是 單就那個 所謂的那個 公開場所 像光是電影 它就有分家庭使用版 跟廣播版 那這是不是說 手機要廣播版的 不一樣 對 當然 還有比如說 比如說 我們在咖啡廳 他常常會播一些 他自己用音樂 或者是廣播播音樂 但其實那些東西也不能作為 四人以上公眾廣播 所以這個東西也會變成 像台灣其實有一間廠商 是專門提供 對 我知道 可是好像大家都沒有在用 也有啦 我也有去過一些暫停 說台灣有訂閱 對 可能大家都沒在找 那這個如果真的已經送種完了之後 這些其實都會變動到 對 當然我是說 現在正在公開諮詢 他公開諮詢到 我忘記 5月14號吧 之類的 對 那所以 確實啊 就是如你所說的 反正 他們 每一稿出來的時候 就是 各種不同的權利人在 其實就像影片裡面講的 就是說 在交換他們的利益跟不利益 那 這個條款 讓我多了一些不利益 那所以這邊他就要有一些拿過來說 這個圖書館裡面 本來你可以用來看電影的 那但是呢 這個電影有放映週期之特書性 所以說這個 以後圖書館呢 在四稿裡面呢 其實你就不能看電影了 或者是你要付一定的授權費 給電影上 所以他等於是用一個不利益 去交換掉一個不利益 這樣子 那所以 我想內幕我就 我就不要講太多 但是 我的意思是說 確實 就是如你所說的 他每一次就是要平衡各種權利人中間的角色 那只是說實用人分子中間很少出現而已 所以我覺得蠻可惜的 這樣 大家要把握機會喔 或者我們這邊的那個網路上也可以 哪天書也不錯 你好 我想問一個問題是說 我自己的觀察是 我自己的觀察是 我不太清楚為什麼 但是在於 特別在資訊或者是軟體領域裡面 大家對於這個人的 不管是研究成果 或者是實際的業界成果 他們反而很practical的就是覺得說 拿出來比拿出來用 然後大家會給你credit 所以大家的credit 對於一個人的價值 基本上建築在impact fighter上 所以說 這個impact fighter一定必須來自於收費的起開 所以縱使我們可以很消極的抵抗說 用有的事不太一樣的preprint 放到其他的網站上 但是我們這樣的學術環境 基本上從你開始進入學術界 真的到你成為PI 到你成為大佬 到你死之前 離他死之前 都必須在這個規則下跑 你沒有impact fighter 你就沒有辦法在這個環境下生存 那這樣子的話 我也很怕 第一個好奇是說 為什麼只有好像資訊領域 可以跳脫這個規則 他可以在 他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來克服這個問題 第二個是說 我們整個人類的 整個被這樣的環境限制之後 就算靠preprint能夠解放嗎 比方說以我的領域來說 縱使有大佬出來提抗 open access journal 但是還是逃不出 impact fighter的限制 他那邊的還是low 那甚至在我們的領域裡面 已經有那個傳統 就是某一些journal 比方說nature science 或是blah blah blah 那個就是你奮鬥的目標之一 要讓你的badge 你有勳章 你這輩子要投過那樣的文章 才可以被承認 所以還是調不開 那這樣的話 Aaron這樣fight 你被子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這些學者 反而是走 該有什麼樣的困境去突破 或者是是到底思考上 有陷入了什麼迷思 還是會被這個綁得這麼死呢 謝謝 對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impact factor 就是大家都知道impact factor是什麼吧 就是說 OK好 那就是說impact factor它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也是 其實也是我不禁那個學術體系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說真的是 不知道 不知道 好 還是提問題的人自己解釋一下好了 那個impact factor是 我們有一個很有趣的算法 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證明你的文章有價值呢 就是你的文章要被很多人引用 所以我們的reference的 這個東西是會靜電 然後去幫你count 然後我們有三年impact factor 五年impact factor 或一輩子的impact factor 就是算說 你這個被cite多少 然後呢 你會先算你這個文章 然後再去算這個journal 比如說這個journal說100篇文章 這每篇文章是多少 然後再去average 當然它有一個算法 所以我們會說 比方說science是多少impact factor的journal 然後什麼什麼文章 是多少impact factor的journal 所以我們要發文章的時候 就要去找月高impact factor的商號 我想是商號 因為有很多trick在裡面 那是更有被認可的一些價值 就是比較好 講下去就是比較好的文章 然後就以前所謂的改革就是說 以前是算一輩子的 就是這個累積是多少 然後我們現在改成一年三年五年 還有分stage的impact factor 但是還是同樣的規則 那如果你們有印象的話 只是額外提 就是台灣之前很有名 陳大白還是什麼 那種在貨櫃卡車裡面做研究的 或者是referies 就是說其實簡單的這樣子講 就是說Reed跟Elzevier 這些它是印 journal的 但是也有一些就是別的專本作 我們叫做科學資料庫 ScienceDB 那這些資料庫的廠商 會從這些 journal裡面 去用一些演算法去計算說 哪些期刊是重要的期刊 然後哪些期刊是比較不重要的期刊 那它有非常複雜的計算法 那大致的意思就是說 有多少人看有多少人 你用這個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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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這個經免的系統 那目前在台灣 就是你要在學術領域裡面 這個有你的地位吧 這樣講吧 就是你要想辦法 讓你的論文進入 就是這樣子的估值 比較高的期刊裡面 然後呢 而且你進去還不夠 你還要說服別的類似的 估值的期刊 來引用你的論文 這樣子你的那個分數 才不會往下掉 我大概是就是 差不多這樣子解釋一下 對 那這套其實被詬病很久 那剛才就是這位朋友 其實已經提到說 有人嘗試解決這個問題 叫做open external 就是說 他們自己做期刊 然後想辦法把這個期刊 裡面的文章 都是讓人可以自己下載 然後自己進入 而且很多是preprint 就是說 你送去Nature 或你送去別的期刊之前 你自己先改個格式 然後放一份在這個 就是開放的版本裡面 那目前在台灣的 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是說 我剛提到法國 或一些歐洲國家不一樣 台灣是非常量化的 來決定什麼錢 以及決定什麼東西 所以就會變成說 你雖然在左手邊 open access這邊做了很多事情 可是事實上 它對你科學上面的事業的進展 或你能不能變成副教授 一點幫助都沒有 那所以就會變成說 那你還是一方面 要跟就是 impact factor 的這一邊來周旋 好 那以上是都是簡單的交代一下 其實在最基礎科學 這已經不能算是科學了 就是數學 裡面有一個人叫 Terry Tau 他是一個很有趣的數學家 然後他自己就辦了一份 journal Discreet Mathematics and Discreet Analysis 他自己辦了一份 journal 然後那份 journal 就是完全顛覆掉起刊的製作模式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先放你的論文到Axiv 這個網站上面 Axiv就是大家都會把製片往上面丟 然後你只要把那個網址交給 陶瑟學他們的這個編輯群 他們就幫你找到數學界裡面類似的人 來幫你當review 然後review之後呢 就真的啥有些事的 然後他們就把那個期刊都做出來 然後也上網 然後也怎麼樣 然後底下會有討論出來等等 然後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把這個 建立成就是最好的數學家包含就是Terry自己 都在這個上面發表 以至於他的impact vector因此就會變得很高 然後所以就從根本上連覆這個if的計算方式 好 那所以如果你已經是在就是 調整一些這樣的位置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做事 對好 但是還沒有到那個位置的話 你要怎麼做呢 那大概有幾個辦法 一個是說你可以lobby你的學術體系的朋友們 說這個你只要不容許我們open access的期刊 我們就就聚等 我們就拒絕放上去 即使它一年兩年影響到我們的career 但是只要你說服整個學界的人這樣做 那這些出版商是會怕的 那之前elsvia就是英文講的關係 有收斂他們的那個政策 所以就是說你還是要用某種公民不服從的方式 才能夠造成就是體制上的改變 或者是你可以透過立法的方式 說服這個台灣這邊 改變他們的升遷的計算方法 或者改變科技部的補助辦法 就是說 就是要怎麼做社會運動 我想應該要問專業做社會運動的人 但是就是按照你能夠投注的時間 你能夠投注的心力不同 其實一直都會有事情做 大概是這樣 我可以補上 我剛剛前面有個問題是問說 就你自己在軟體業 對軟體業為什麼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對你們跟文化是有什麼樣的 覺得跟其他人不同 為什麼你們可以這麼簡單 好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軟體它 我們說code 在那個影片裡面 除了Aaron之外 最常出現的就是我們Lessick Lawrence Lessick 他是創業CC的發起人 創業CC是奠基在他的一個想法裡面 就是說code is law 那這裡的意思就是說 城市它其實是某種law 但是這個law它可能不是法律 它可能是我們叫physical law 就是反正什麼物理定律 就是說在網路上面我們寫的城市 基本上是去界定這個空間裡面 什麼是可能的 什麼是不可能的 所以從某個角度來看 它是不是有物理定律那樣子的地位 所以這樣子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們並不是fundamental science 我們不是試著去發現 自然界的物理定律 反過來我們是想要創造 虛擬空間裡面的物理定律 所以說就比較沒有需要重複驗證 或者是需要你有很貴的粒子加速器 才知道我認為有沒有寫錯 什麼之類的這種狀況 反過來我這邊創造出一個空間 那只要我把我的code publish出來 然後你拿了 你那邊馬上就冒出一個一樣的空間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讓整個 網際網路能夠往前走的 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網際網路裡面的每一台電腦 它都可以試著做創新 而且不用問過別人 那它只要做了創新 旁邊的人看起來覺得不錯 HTTP 2.0比1.0好 那它旁邊的電腦 就一個一個跟著它 也就是說 你不需要取得科學界的共識 你就可以往前推進 這個叫做 rough consensus 就是粗略的共識 那我覺得這個文化 是跟本來的科學社群非常不一樣的 它等於是結合了 包含藝術創作 也包含工藝 就是practical engineering 但是也包含科學的這三個部分的價值 因為在意這三個部分的價值很不同 可是你一份程式碼 可以同時滿足這三個需求 所以大家都很願意繼續下去 我覺得這是我們做開放人員 或自由軟體運動 比較幸運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我們做主張的東西 基本上並沒有威脅到任何人的根本利益 那這個跟別的社會運動不太一樣 可是那個Microsoft他們都還是要收費啊 沒有 他們開圓了 他們今年把整個 Office那些東西 Office至少不收費啦 就是免費啦 然後Office底層的軟體架構 就是.NET 然後C-Shark 然後整個開發環境 全部都開圓了 就我們贏了 對 就是我們贏了 就是我們贏了 所以我現在可以 對 所以你現在可以在Office裡面 開OpenOffice的文件 然後你現在可以免費的試用 除了iPad Pro之外 都可以免費的使用Office 然後除了這台之外 因為微軟覺得有這台的人 都一定很有錢 所以還是要收他們錢 可是如果你要用Microsoft的Office 你是要付費吧 他沒有 他有一個Office 365 他是線上的 就是我沒有在幫他們打廣告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對 每個人都可以用 對 均勻端上面使用 對 均勻端上面使用 然後 而且他現在也就是有很多 怎麼講呢 好比這樣說 以前他們會把PowerPoint Viewer 單獨放出來 就是你可以看 但是不能修改 但他們現在就是 把這些底層的東西 Open Source 所以你就會變成是說 我們做OpenOffice 或做LibreOffice的人 現在在這個版本裡面 我們開Office的檔案 就不會像以前的人 一直掉的東西 所以微軟他們在Github 這個很窄的 就是寫程式的人 分享的平台上面 他們的那個帳號就是寫說 我們改變了我們做事的方法 我們現在願意跟其他人合作 這還是去年的事情 就是有點像道歉信吧 對 所以這就是是會改變的 這樣 我想要補充一下 就是說 因為微軟式的Policy改變 是他新的CV之後 那所以其實整個那個做法 是相當不一樣 那在這個軟體界 其實我覺得很想回應 剛剛那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為什麼軟體跟 Fundamental Science 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因為 Fundamental Science 其實是一個非常 應該是說 他是一個相當金字塔頂端的一小群人 才能夠真正理解那些期刊裡面的東西 才有可能利用那些東西 去產生可以改變的效果 可是相對之下 軟體其實是一個非常平民化的東西 In a sense 是說當然我不是說 有一些很高深的東西 可是有很多東西是 他一旦被做了 他馬上就會產生這個impact 他馬上對設 就好像說那個這個World Wide One 一個Protocol被Define出來以後 他馬上改變了大家 Access Information的模式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那所以他的那個impact 是很快很直接的 所以這個 Fundamental Science 我覺得有一個比較大的部分 對 就是說我快速忠誠一下 你的意思就是說他的 我們現在我們叫做Iteration Cycle 就是說從你做出了一個成果 到大家感覺到你的成果中間 Fundamental Science 可能要過一年或兩年 那但是在我們這邊是 用毫秒來計算的 大概一百毫秒或兩百毫秒 這樣子 所以在某個程度上來講 Fundamental Science 能夠真的利用那些薪資去做改變的人 是非常小的 對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資訊科學其實在1980年 個人電腦 就是Warsnian那一代人普及以前 其實也是一樣的狀況 你也要有很貴的電腦 然後都是像房間一樣大的 對不對 台灣那時候還要用牛車載嗎 對 才能夠做出貢獻 也才能做出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有在推 叫做Citizen Science 就是說想辦法把Fundamental Science 裡面的一些器具用 很便宜的方法去製作 然後以至於說你看到期刊 甚至那個期刊裡面 還有副程式碼 所以你把它下載到W1上 你就可以把那個實驗做出來等等 就是說這仍然是ICT可以介入的地方 但是我同意說它就是越基礎的科學 像理論物理 那這個趨勢碰到就越慢 這確實是這樣 對 對不起 我剛剛有提到的我並不說 第一個是說我自己從這裡裡面出生 我會希望大家聽到千萬不要這樣想 因為我覺得這樣是非常不對的 為什麼呢 我個人比較傾向為什麼會有這樣文化不同 是因為我們現在做的事情都太貴了 都是要很貴的儀器 我剛剛就是說這個 那是有限制的 所以並不是很多人要精采短端才能動 這更沒有關係 因為如果你這樣想的話 這跟現在我們GANS的 都完全就是背道而是兩個極端 所以千萬不要講說 這是只有ELITE才可以做的事情 這就是說應該說現況是這樣 但是這個現況是可以改變的 就像是說以前是Super Computer 那我們可以做出個人電腦來 就就是這樣來請說 我是想要用比較那個 因為我不是笑容器的啦 所以其實剛剛英文我聽不懂 不好意思 就是我是覺得說他那個Aaron他的理想啦 我是覺得他的理想應該比較像是巴比人 因為陳世瑪對我來說我覺得 他其實是一種共同語言 雖然他一口起來就是用英文這樣 但是他把所有就是藝術啊 數學啊物理化學什麼東西都量化出來 然後給你看 甚至把人類生活 然後都量化給你看 直接把它呈現出來才會有這種 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去破除這種階級 或者是資本主義的那種 這些這些想法出現 我覺得他的理想是不是就是巴比倫 就是什麼 對不起 巴比倫 是是是 就是巴比倫 對 是是這樣沒有錯 他從某個角度來看確實是這樣 因為我們 因為我先揭露一下 我專業領域是計算語言學 那所以其實我們做機器翻譯也好 或是做就是語音辨識或語音合成也好 確實我 就驅動我們的 有很大一部分是絕術的 但目前溝通的方式太糟糕了 然後如果 那這裡面就包含我們做自由軟體的 以及甚至在微軟他們做Skype的 讓你能夠一面 跟不同文化的人講Skype 底下一面跑出字幕 或是乾脆翻給你聽之類 就是不管是在企業裡面還是我們在外面做自由軟體 其實 這個Vision 這個願景 我覺得是很像的 那Aaron當然也受到這個的影響 確實是這樣 對 這個 我嗎 應該還有五分鐘 應該還有一兩個問題的空間 然後大家 剛剛有拿到信封 有筆的可以寫一下 就是對今天這一場的想法這樣子 然後因為它是信封 所以就是 如果你覺得這個活動蠻有意義的話也可以 因為這是一個免費活動 就麻煩你 就是如果你有意願的話 對 好 那大家還有問題嗎 如果大家沒有問題 我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 我很簡短來講 就是 我上個 上個月 然後去美國參加一場會議 然後 裡面有一個主題其實跟這個電影有點關係 他就是在討論 到底什麼樣的駭客情況 是 合理的 然後 他不應該要受到懲罰 然後 那個 那一個 workshop裡面 的主持人是荷蘭人 然後荷蘭人 他們是說 荷蘭政府他們已經擬定了一個 guidline 然後那個guidline是去跟駭客說 如果 在 你的行為 就是你入侵某個系統 然後你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只要你的行為符合一定的公益性 而不要 愉悅了必要的手段的話 其實你在法庭上 是 可以相當程度得到霍免 甚至這麼就是無罪的狀況 然後 其實現在還蠻有趣的 因為 同樣一個case 就是 有的國家 覺得這個駭客行為 應該要判一年以上的罪 然後有的人覺得 大概就三天 但我 回到台灣來講 回來之後我查了一下 其實台灣到目前的 駭客好像都還是 規範這個行為的法律 好像都還是刑法 我們沒有一個比較 關於這個部分 關於駭客倫理該怎麼樣 然後 關於 就是 一般的使用者 當他們資料被駭客入侵之後 的權益該怎麼受到保障 我們這兩個之間怎麼衡量 然後相互承諾 有啦 電子通訊傳播法 會流無法的第一步 那個 因為我是 省這個的主持人 所以就是公民社會 跟 就是行政員一起討論 用V台灣的模式 討論這部法案 那所謂會流無法是NCC 就是已經制定了 不知道多少年 但是卡了很久 的無誤法案 那裡面的第一步 就是電子通訊傳播法 就是在處理這個問題 那我們就是在4月6號的時候 透過VR直播的方式 有講這件事 那今天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我用30秒 就是把這部法案裡面的 最基本的東西講清楚 就是說它把 東西分成三級 就是 通訊傳播服務 接取服務 就是你用WiFi 或你用Ethernet 連到這些能夠交換的東西 但是它跟別的法案的 想法不一樣 就是說 以前是你有提供服務者 跟實用服務者嘛 它不像你有一個廣播電台 你有聽廣播的 你有一個電視台 你有一個看電視的 那這部法案裡面 就把所有透過這種 網路所做出來的 雙向傳播 通通都叫做實用人 也就是說 它不再把網路看作 是一個特殊的電信狀態 它不再把網路看成一個 特別的地方 它就是兩個人 然後有一半的民法關係 有一半的隨便什麼關係 那它在網路上面 可以發聲的 就全部都回到民法 然後政府就是保證說 它不回來 就是因為它發生在網路上面 而多加一些責任 或者多加一些刑責 或者多加一些什麼別的東西 那所以在這種狀態底下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那Jesse來的時候 我有給他看這裡面的那個部分 就是說 這裡不是講著作權 是說 如果有人覺得說 你是一個hacker 然後你做的事情造成了 為人格權 名譽權 或者是什麼別的 隱私權的侵害的話 那你十天之內可以提出 那個就是 應該說 你就可以提出一個移住通知 然後那個 綻放就可以把 你PO的訊息 hacker可能下載了很多 你的東西 電子郵件什麼 PO在網路上 那個綻放就可以把它撤掉 那撤掉之後 你十天之內要提高 那提高的話 那個 你如果不提高就會恢復 所以等於是在 平衡這種 揭露資訊 或者不小心PO出了 別人的照片 或什麼東西的人的權益 跟可能被侵害的人的權益 就是在不影響言論自由的前提底下 那我覺得這個 在國際法治裡面 都還算是比較合理的 但是當然不會 國聯會會吃了 這樣 我覺得那個 因為我也有接觸到 所謂的hacker 就是他是 比如說他自己很主動的 就是說當悠遊卡公司 他釋出了一個 很多人都可以去用悠遊卡的時候 那他宣稱說 他這個東西是很安全的 就是國有客之外的問題 然後加密什麼什麼的 但是就會有人手癢 就開始上去測試這個 他的治安系統到底多安全 那這時候就會有公司 或者是政理就來警告他說 你這個東西可能已經出發行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可是他其實他可能 並不是真的要去 他其實是處於好業 他可能要去檢視那個系統 而且他找出問題之後 他還告訴那個hacker公司 也告訴我們的台北市政理說 你這個東西有哪些漏洞 你應該要修改 問題是回到他拿到的答案 他卻是因為他問 你是不是跟他說 你可能已經觸發刑法了對不對 對 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的是網路犯罪 那現在這個叫做技術犯罪 因為他其實跟網路 沒有沒有直接的關係 那所以那個東西就是說 到底 他也是有點像那個hacker的行為 可是就是說 那這個東西到底 可不可以就直接叫做犯罪 因為他可能還沒有侵犯到 任何人的那個東西的時候 就好像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是 就是我們有在 就是說他其實是有一點出於 公益的考量 要去試那個系統 對 其實 其實如果當你不牽涉到網路的時候 這個樣態就跟說 你們忘記鎖 或你們 你覺得有鎖上去 那個所有問題 然後你要鄰居呢 就跑過來半夜 用一個鐵絲敲一敲 然後在門上貼一個條子說 你的所有問題 因為我昨天半夜 趁你睡覺的時候打開了門 但是我沒有拿東西 好 那就是說 他目前在民法怎麼處理 我覺得就應該要回到那個處理的樣態 他不應該只是因為他牽涉到科技 而跟就是一般的所講 所面臨到的東西有任何不同 這是我的主張啦 但是你不一定需要同意 就說他 沒關係 反正就是 對對對 這個時間已經到了 對 反正就是這裡面還有很多議題 其實是可以再接觸一下 那 因為基金道具 反正說我們可能必須要清場 那如果大家還有 對於這個議題 還覺得還有什麼想法 或是說你覺得 我們會在辦一些類似這樣的活動 因為其實我們目前就是的確 像林宣志 我們在關注 我們自由跟理事這一塊的專頁 讓我們也會繼續辦一些系列的想法 如果大家覺得說 欸 還有什麼主題 你覺得 今天我們可以再討論 我覺得 你可以給我們一些主題 那今天就可以跟他來看這個議題 謝謝大家 謝謝 那就麻煩大家在離開前 把信封的寫好意見之後交給我 感謝大家